佛教讲的极乐世界不是天堂 那是什么东西 天堂一定有上帝 差遍佛经没有讲到极乐世界有上帝 不但没有上帝 极乐世界没有四能共上 那他是什么呢 说来说去 极乐世界有两种人 一个是阿弥陀佛 一个是菩萨 他是学校啊 是学习的场所啊 不是别的 阿弥陀佛是老师 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学生 毕业了就成佛 所以他那个是名副其实 佛教大学 毕业就成佛了 进这个学校条件很简单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通通都可以进去 条件你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 真正愿意去学习 由这三个条件 你取极乐世界 就得到了 换一句话说 那讲究录取了 那录取之后 那你班级很多 好像我们这边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 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你是上哪个班 那上哪个班的条件呢 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不识数目多少 一天念几万身 不是这个 讲究念佛的功夫 念佛的功夫 我们常讲的是 四个条件 第一个真诚心 第二个慈悲心 第三个恭敬心 第四个信心 你有这四个心就神 功夫就神 四个心统统居住 念一声佛号 就抵得别人念十万声 所以到那边是差哪个班 那是功夫前身不一样 讲念佛功夫 你要问 为什么能成佛 华音经上佛说 你本来是佛 就这么个道理 你本来不是佛 那可就难办了 本来是佛就好办了 那个便是成佛的俗臣办 到极乐世界 很快就成佛了 想念佛